大家好,我是小生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在安装Trojan服务的时候,我发现还需要配置DNS域名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仅仅为了科学上网,已经购买过自己的VPS主机 但是我不想再花额外的钱去购买DNS域名了 那么我如何去获取一个永久免费的域名呢 好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的一个配置情况 有一台日本的VPS主机,然后这个是我的主机的外网IP 然后呢,我现在在我的控制台当中给大家Ping一下 现在我域名的当前的一个映射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当前的免费域名呢 然后Ping之后呢,然后解析的一个IP地址 就是我现在的日本这台主机的一个外网IP 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FreeNUM教程来免费获取所需的DNS域名 其实FreeNUM已经出现了很久了 最近呢,被好多小伙伴折承得不轻 让FreeNUM服务也修改了申请规则 改了规则之后呢,好多小伙伴在申请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尝到了闭门羹,那么我今天我给小伙伴总结了五点 那么我们完全按照这五点呢,一块来进去申请一下我们所需要的免费域名 好了,然后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就是申请免费的DNS服务需要哪五点 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进行开启科学上网的全区带领模式 就是最好我们的服务器是美国的 但是这个也是非必须的 我之前见过一些小伙伴呢 他使用PAC的模式也能够申请成功 第二个呢,就是尽量我们申请的这个Email邮箱呢 是国外的邮箱 但是这一点呢,也是非必须的 也有一些小伙伴呢,使用QQ的Email也有申请成功的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是必须的 就是我们在填写国家市街道与带领服务器一定要相同 特别是邮边要写成和VPS服务器要是进行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申请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服务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填写的手机号 如果是美国的10位或者11位 必须要去掉中间的这个杠 然后待会儿我给大家进行去演示 第五点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料信息都要进行去填写英文的 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五点呢 也就能大大的进去提升我们申请免费DNS的一个成功率 好,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程 在开始今天教程之前呢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自己VPS的一个主机位置 我现在选择了美国的一台主机 如果大家不清楚自己的主机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进去查看一下 在浏览器地址当中输入ip.sb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位置呢 是在洛杉矶加利福利亚美国的 OK 然后我直接关关掉这个页面 我直接打开我们的谷歌 然后输入Freenom OK 我开始进入今天的Freenom页面 OK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了Freenom的一个官方网站 打开这个官方网站随意输入一个 比方说随意输入一个域名 我们check一下 比方说 小声歌 Freenom 我们现在获取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是都是不可用的 OK 然后我们现在直接返回 我们选选中合作伙伴 选中开发人员 OK 我们现在拉到中间这块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块是今天就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预账户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操作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这块有一个需要我们输入email邮箱的一个输入框 然后右侧呢是可以进行去登录 我们可以通过谷歌或者Facebook来进去登录 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要点击右侧的谷歌和Facebook登录 我们尽量使用邮箱的方式先进去添加认证 我这块呢添加认证 然后使用了一个德国的email邮箱 大家也可以进去免费使用这个邮箱 这个邮箱的加密的方式非常好 然后也比较安全 所以我使用这个加密邮箱 OK 然后我直接点击验证我的自己的邮箱address OK 他现在已经把认证的连接发到我的邮箱当中去了 然后我现在打开我的email地址 打开我现在的email邮箱 我现在查看一下邮件 OK 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已经把身份验证的一个邮箱发到发到了我的邮箱当中 然后我现在点击验证 如果大家在这个email邮箱当中找不到这份邮件的话 说建议大家在在废件箱或者是垃圾箱当中 然后进去查看一下 也许是我们的邮件把它放在了这个废件箱当中 比方说我之前使用的这个谷歌的email 然后进去申请的时候 他就会把我的这个弗培纳姆然后身份验证的这个email 然后放在了垃圾箱当中 然后大家可以都可以进去看一下 收件箱或者垃圾箱都可以进去看一下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点击身份验证的那个连接呢 已经跳到了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现在再进行去点击开发人员 OK 然后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现在这儿已经出现了一个get randomdomain account 就是今天我们获取一个随机的域名 我们直接点击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现在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页面 然后这个页面呢 我们需要填一个身份验证信息 然后这个一定要填写和我们VPS主机 在同一个区域位置的身份信息 比方说刚才我VPS主机的一个地理位置呢 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利尼亚 OK 然后我现在找一个免费获取身份信息的一个网站 好 然后我们现在上到好为吃 我现在选择一个 选择生成一个随机用户身份信息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现在选择加利福利尼亚 然后也就是在这儿选择California OK 然后我直接点击搜索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美国人的临时身份信息 我们现在已经生成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之前刚才这块写的一个规则 我们所有的身份信息最好都是英文的 千万不要带中文 而且手机号去掉 去掉横线 OK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填写 First name 我们直接填写这个 然后我们直接填写Last name 填写Copy你公司 我们填写Address 接到信息 然后我们填写邮编 填写城市 在这儿呢 我们选择加利福利尼亚 然后呢 我直接在这儿输入手机号 手机号 它这儿默认 我们粘贴过来是有横线的 然后我们直接把横线去掉 然后我们直接把横线去掉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输入我们的Password Password 我们现在可以随便输 然后点击最后一个勾 然后我们直接完成订单 它这儿 然后确认的时候是有点慢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耐心等待一下就OK 然后呢 进入这个页面 其实我们就已经算是申请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点开 Reduce a new domain OK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免费申请域名的一个仓座 然后我们现在在输入框当中输入我们自定义的域名 比方说我这里输入小张哥 Free Google DNS OK 然后我们现在检测一下当前的域名是否可用 OK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现在我已经进来了 当前呢 我们可以免费的进去申请5个域名 好了 然后为了避免更更多的小伙伴就是域名重了呢 然后我这里尽量就是把这个DNS域名选 选择长一点 好 然后我现在get it now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获取这个免费DNS的操作的时候 我们尽量一定要要慢 因为它这个网站的性能也不是很好 我们点击快的话 它就会出现卡的一个现象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已经选中了5个免费的DNS域名 然后我们现在check out OK 然后现在5个免费的域名已经都申请完成了 它现在默认就是免费使用时长的都是三个月 然后我们现在一定要要选最大的这个12个月 因为它这块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的一个使用期限就是12个月 所以我们都进去设置上12个月 也就是我们可以免费使用一年 OK 然后我们直接进去continue 好了 然后我现在点击同意它的服务条款 直接完成订单 好出现这个界面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已经下单成功了 然后呢我们再次点击service 点击mydomains sorry 它这个网站呢有时候就会出现异常 我们不要点嗯不要着急 然后重新刷新一下就OK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域名呢都是activity 都是活跃的状态 然后类型的都是免费的 然后具体呢它这个我们得到免费的域名怎么进去配置呢 我们可以进去点击managerdomain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domain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information 就是关于它的注册时间以及过期时间 我们可以选中最后一项managerfree freenormdns 大家不要着急 它这个网站呢 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容易比较慢 OK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当前就是配置 这个域名的一个配置选项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以添加多条记录 比方说我们这块name呢 这块我们可以输入3w 然后类型我们就选择a类型就行了 然后呢这块target呢 然后我们直接输入我自己的主机ip 比方说是这个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输入target的主机ip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就不能带有空格 否则它就会解析域名失败 嗯 在这块呢 我们可以添加多个条记录 直接点击加号 点击大号 我们可以在这输入http 在这输入bbbb 然后这块都是自定义的 大家可以添加多条 然后这块运输呢 都是我自己的ip 其实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旦就是 freenom它解析ip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3w.然后小张哥 freygoogle.ns.tick 然后通过在我们的中端当中 ping这个域名呢 就可以解析到这台机器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pingbbbb三个b 然后点小张哥 freygoogle.ns.tick 也可以映射到我们的ip 然后同样的http 也是点小张哥 我在这里给大家写一下 我们一旦配置完成之后 这个dns到时候 我们会在终端当中 生成这么一个规则 也就是3w.小张哥 freygoogle.ns.tick 拼着域名的话说 它就会解析到 我们当前的这个ip上 同样的http或者bb 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们在添加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多添加 这个几条记录 因为它的这个dns解析呢 一周仅限于五次 现在是这样 所以就是一旦我们进行修改的话 说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大家在配置完成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着急 因为它解析dns的一个过程呢 是需要大致20分钟 也就是我们在这儿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在终端当中 拼的话说 不会立即生效的 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20来分钟 它会自动进去给我们解析成功的 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一个教程呢 就到这里了 是不是感到小伙伴感觉特别简单 然后也希望如果小伙伴有什么问题的话说 一定要在我的视频下方进去给我留言 只要我看到的话说 也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小张哥的视频的话说 也欢迎大家点击小张哥 是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 请进去持续关注小张哥 那么小张哥呢 在后续有更精彩的视频教程 也会在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